3月24號下午 洛杉磯聖蓋博士社區安全自衛隊開訓儀式在斯密斯公園舉行 社區安全自衛隊發起人 聖蓋博士市長廖清禾 副市長丁岩宇 蒙特利公園前市長林達堅 以及南加州的社團領袖和當地市民 聖蓋博士警察局的警察出席了當天的活動 疫情期間 在全美各地頻發的仇視亞裔暴力犯罪的情況下 聖蓋博士華裔市長廖清禾 率先提議保護好本市市民 特別是亞裔市民團結起來 不做沉默羔羊 成立市民自衛組織 社區安全自衛隊成立一個多月來 自願報名自衛隊的人數由30多人猛增到100多人 報名者從16歲到85歲年齡跨度 來自多個行業 我們不能再忍受 我們必須要團結一致 因為這個是非常嚴重的歷史時刻 我們今天聖蓋博成立的自衛隊 最主要就是保衛我們個人的安全以外 我們也可以關心到我們社區的安全 還有我們商家的安全 當天 幾百位市民自發來到斯密斯公園 現場聽取聖蓋博警察局警察的現場培訓 警察詳細講解了防範知識 提醒大家 當遇到言語或者暴力侵害時 不要發生正面衝突 盡可能撥打911電話報警 特別是老年人 最好隨身攜帶口哨 及時鳴笛 警示已形成威懾力 到場了 法律專家呼籲亞裔市民 要拿起法律武器 維護自身的權益 我們一個一個城市都要跟進 像聖蓋博這樣子 努力的保護我們自己的財產與生命 我們知道黑crime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刑事罪 一旦你觸發了 你就會要坐牢 而且案子要跟著你一輩子 所以不要以身釋法 不管你是哪裡來 你來了美國 你成為美國公民 你都是美國人 美國華夏電視台記者盛蓋博士採訪報導